猫咪吐黄水的原因 猫猫吐黄水的原因 其实吐黄水只是呕吐的一个表现 至于它吐的是黄水还是白沫还是等等的 其实力都不是很大 这个就是表明了它胃有极其的不舒服 那么能造成不舒服的原因其实有特别多 比如像受凉所造成 冷热交替的变化受凉了也会这样 或者是过保护它也有可能 吐的多了之后吐不出食物了 食物或者是吐干净了 它也会吐出这样的黄水 或者是吃了一些刺激的东西 好奇害死猫 有的猫去舔 比如辣椒油 或者有的猫会啃食一些植物 都具有很明显的刺激性的时候 它也会有吐黄水这样的情况 甚至有的时候毛球舔多了之后 毛球吐不出来 再连干呕吐黄水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呕吐有太多的可能性 吐黄水只是表明它的胃部不舒服 但如果我们发现这样的情况 24小时改善不了 还是应该去医院 因为24小时改善不了的 它自身就很难恢复 小贴士 猫吐黄水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都表明了它胃部的不舒服 造成它呕吐的原因非常多 如果在24小时内改善不了 还是要及时去医院进行就诊 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个小时改善不了